什麼叫隔離組?我們倆都是組 不要將它變成你們組 對呀!很公平吧!你覺得不公平嗎? 我們今天是宮崎競爭 英國第一回合你已經知道我們倆的實力了 什麼問題?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小薯茄吾式文革大賽 我是你們今集的主持人 阿兵 好啊! 大家看到我們這一身的造型就知道 我們今天是玩江崎進的動畫 江崎進的動畫是陪著我們成長 即逢Netflix 最近上了很多江崎進的動畫 想看看大家對江崎進的動畫有多了解 此片是沒有Netflix的贊助 為什麼只有它沒有拍手呢? 沒有手的 那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對名 我們是 白痴短人 好耶! 我們在扮你男朋友白龍 我就是慈子童 慈子童 我是白龍英 慈子童 敗 我們是 機門 我們基本上是因為我們是同一日生日 都是6月25日 嘩! 想知道啊! 不要自己聽 我們今天的造型作就是小千的BB 小千沒有BB 抱歉 你是康婆母的BB 你是康婆母的BB 你是大過了 練了新肌肉的BB 你行不行? 我好想抓住你的手 不要啦! 有血啦! 我痛我啦! 我是無面男 呃... 我... 我... 呃... 呃... 小千 小千 我要吃東西 找到我的東西吃 眼神 嗨! 好,戴上眼鏡 戴上眼鏡 鬼秀女 那你們逐個說說 自己對宮崎駿的電影有多認識 我是白龍英 我最熟悉的電影是... 龍貓的 是賜子的電影 是啊 因為我小時候買了一個DVD 那時候還會看DVD的時候 我也是緊張就是 每次都在看 就是你從小到大都看我的電影 是啊 作為賜子童來說 我最熟悉的是摩尼古吉兵 那我作為小千的BB 那她是湯婆婆的BB 對,她是湯婆婆的BB 我想宮崎駿這三個字沒有人不認識 所以我很熟悉宮崎駿這三個字 其實街坊都會叫我一個名字叫我做阿俊 俊? 誰叫俊啊 是我? 宮崎駿的俊 因為我實在太熟悉她的作品 所以大家都會叫我做阿俊 阿俊你呢?你又多熟悉啊 那我身為主持人我都看了很多 好,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阿俊駿啊? 什麼事? 別說,冷靜點 冷靜點,冷靜點 冷靜點,冷靜點 我選了今天她很不公平 我已經用實力來贏這個比賽 那我心裡面已經負五分 好,那我們不看遊戲規則 都是跟前幾集一樣 現在立即進入第一回合 好,必答題 必答題規則 每隊雙回答六題 答對一題加二十分 答錯或棄權無分 題事後補答 答對加十分 MC不切補答 是 好了,第一回合 我們會男男隊搭戰的 就是基伴隊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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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豪 阿豪 為什麼會有這個 你怕什麼不是有做的? 那不是這個校服嗎? 為什麼才會有五分 好,第一題 答案是 答案五分 答錯,我扣三十 好,第一題 D一定是 A也是 A是很早很早的作品 你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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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字是大笑嗎? 比我三寶大好像也 因為我做功課才有見過 最後答案 C 是正確的 我們贏了就要怎樣 哦,贏了 不是這樣看這個 A那套是龔淨的首次撿到動畫場片 B那套是真的未出門 應該是預計這兩三年內 都是導演作品 C那套是高甜分的 好,下一題 我們真的很厲害 OK啦 請示範龍貓召喚貓巴士的方法 巴巴士巴巴士 亂來 我叫 3、2、1 3、2、1 這個是你們最後答案 是 答案是對的 接下來 請訪出兩套有真實取景的龔淨作品 痾痾痾痾 痾痾痾 因為是九份 還有什麼 他還有什麼作品 哈爾 還有千與千丘 沒錯 正確答案 扣分 我覺得很騷擾 你在做什麼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警告就是要扣分 最後答案 哈爾的移動城堡 還有 錯了 錯了 哈爾移動城堡 還有千與千丘 答案是對的 答案是對的 他有真實取景的作品 還有天中之城 魔力特急便 龍貓和幽靈公主都是 然後下一題 這題應該比較難一點 因為你們答不對 好 千與千丘 千丘的父親是駕駛什麼牌子的車 哇 不是啊 你認識嗎 這個我認識 他是駕駛車的 然後是四個圈的 答案是對的 那是駕駛什麼型號的車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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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4 是A0 是A0 那為什麼會駕駛A3 為什麼會駕駛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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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褲子的設計 是駕駛去森林 那公奇駿就決定 要用一輛好一點性能的車 所以就選了這輛車來玩 唉 他們為什麼這麼厲害 果然是要靠實力取勝 很厲害 真的適合 是啊 設計不是太簡單 是不是想找一些位置 你扣我們分 是啊 我現在要扣20分 我覺得MMA真的要扣分 我也覺得是 那我們MMA了 如果再MMA一次 可以留意我吧 好 下一題 5歲男孩中介 是公奇駿 根據什麼人的樣子設計的呢 我知道波儀是 根據他們公司的其中 有一個女兒做的 因為我看那個紀錄片 她有這樣說 因為那個女兒真的很大 看照片是一模一樣的 跟波儀 雞爪 不是 不是 小朋友是 會不會是她自己小的樣子 還是她的兒子 好自戀 要是她自己小的樣子 要是她的兒子 我們猜到這顆贏的那個 就在那邊畫 公奇五郎 都是對的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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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分 你很重心計 剛剛在後面問你們 你認識不認識 然後我問你 我認識 天使 你聽我說 你知不知道我們要破虎尋舟 阿兵對我們根本就有疑義 我們不再做好 research 我們要怎樣做 我要吃東西 吃東西 好 最後一題 說了公奇五郎執導的第一套 太容易了 這一套 剛才我剛剛看了 IS 避海傳說 一定是巨龍 真的有做功課來 不是 我之前看過幾套 但我是對的 太多份了 她這樣 都要求分 不要下去 她們先回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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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公平 好 B 還有顯示你的公平公正 是啊 我一定會扣 找機會 好 接下來就是 八支短人隊的B答題 希望你們會 什麼不明白就問吧 好 第一題 以下哪一套是公奇進的導演作品呢 A 再見營火蟲 B 飛天紅豬盒 C 貓之暴欣 D 百變狸貓 我記得再見營火蟲不是 貓之暴欣不是 好像是紅豬盒 好像是紅豬盒 是紅豬盒 好 還有答案 你吃屎了 你 你來吧 J 面對什麼不供的事 我們還沒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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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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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答案是 B 對了 好 以下這題你們一定會認識 請討論波爾的腳 3 2 1 波爾波爾 波爾很喜歡中間 是否給錢中間 哈哈 這個就是她 最後答案都沒有 直接說 不行 不行 這個就是她第一次進發的腳 第二次進發就是她普通腳 好 對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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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跟她們激獎 你會不會裝公正一點 我們坐得近 對 阿賢路城堡真實取景 至哪一個國家呢 我知道她是德法邊界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她是法國還是德國 嗯 都近了 你有猜猜猜猜猜 你代表法國 你代表德國 是對的 我是法國 你是德國 答我 是對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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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賢路城堡 阿爾薩斯省的波爾馬小鎮 電影版的味蕾與野獸 都是在那裡取景 好 下一題 都是哈爾和城堡 哈爾送過一件護身符給蘇菲 那件事是什麼 她的功能是什麼 是一隻銀色 然後上面有紅寶石的戒指 哈爾本身帶在身上 然後她就避了蘇菲 原因就是蘇菲要去見蘇菲 所以她就令到哈爾找到蘇菲 然後就要戴上戒指 然後這個戒指就會引令蘇菲去找哈爾 好了 對了 這個真的會說 你們的站團都是全對的 對 其實大家對宮崎鎮的電影都很了解 對 她出貓的 那個毛面男呢 剛剛在那裡 你們說 之前她沒有了 證實都是她說得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接著下一題 紅貓 貓巴士有多少隻腳 哇 八隻腳不夠之餐 她這麼瘋狂的身軀 很軟的 你抱過嗎 真需要這樣嗎 哈哈哈哈 我們不知道 對不起 我常常看龍馬打 我都不認識她 我可以假裝她就算了 哈哈哈哈 我答過 我正實跟我姐姐答過 是 十六隻腳 十六隻腳 答案是錯 對 你答我只是假的 不是 我那次睡著了 給你一次機會補答 都是雙位數字 先上去 一 二 三 二 沒有 這是單B 我們真的 手掌在這裏 十四 真的十四 十四 十四 也是錯的 你覺得我們十二隻腳 差一點 我們贏了 這個會嚇哭 不是 她剛剛說 我沒有疼她 我沒有疼她 有 有 我的功夫 可能扣十分 是啊 好啦 扣十分 剛剛我也是說了規矩 再寫一次是要扣分 我不是亂扣分 各位 最後一題 除了地海傳說之外 請說出另一套 宮崎五郎撿到的電影 我剛剛才知道 誰是宮崎五郎 她已經知道她拋了什麼 童童 童童 你信不信我 紅花反上的海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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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八次短人隊100分 Yeah 輕輕的贏著你10分 一會再拋開球員 你只想贏20分 經過第一回合 你已經知道我們倆的實力了 是吧 很厲害 好 立即來到搶答題 我們看看有什麼規則 搶答題規則 總共有10題搶答題 答對一題加20分 答錯或棄權扣10分 需要按鐘搶答 按鐘之後 我就會立即停止發問問題 當其中一對答錯或棄權之後 另一對就可以按鐘補答 補答答答對一題加10分 答錯或棄權扣10分 MC沒有補答 對 對 你們是看不到的 答了 答了 請作答 好 大家先試一下一下 可以不可以 沒問題 到我們一按試的時候 請作答 好 第一題 請趕出兩個宮崎進動畫的主要理念 女生答答 科技和環保融合 鬼靈 真的要環保 愛護大自然 愛和環保 不不不不不 等等 等等 我覺得環保是對的 千語千行環保 哈以外人 好 加10分 好 因為環保是對的 但我不是主要理念來的補答 反戰 對的 反戰和平環保 還有最重要的是 傳遞每個人在世上的生存價值 好 第二題 攻其進大部分的 同位音樂出自哪位補答 我們一起說 3 2 1 九石樣 我答對 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阿冰在那個題目後 說得很快 對呀 太快了 九石樣 由1984年封知局開始 跟吉博力工作室合作 好 下一題 吉博力工作室的logo是哪兩位動畫 角色 龍貓 和小龍貓 對呀 連小龍貓都答得很厲害 對呀 因為輪跡 對呀 對呀 不行 算了 什麼叫隔離組 我們兩個都是組 不要把它變成你們組 好 第四題 哪一套攻其進動畫 是改至真人真事的呢 好 那套風氣錄 是風氣錄 是風氣錄 是對的 好厲害 好厲害 好笑聲 你很真心啊 你很開心 忍不住歡呼了 對不起 風氣錄是取自一個 零式南上戰鬥機設計者 掘月二郎身為戰機工程師 這件事是真人真事的 他們的愛情部分就是取自小說的 第五題 選擇題 宮崎駿曾經算稱退休多少次呢 A 3次 B 5次 C 7次 D 9次 是J這樣的樣子 7次 J是9次 C 我這樣的樣子 7次 你這樣的樣子 9次 7次 好 答對 耶 耶 早在1986年 千通之城上演之後 他就宣佈第一次退休了 他的原因是想起人生巔峰時引退 但他不斷創造人生巔峰 對 沒錯 他原來是生腰 他都不知道 好 之後下題 2017年 千與千尋被哪一套動畫超越了最高票房紀錄呢 小樹姬拍過的 就是你拍過你和Chill 我和阿肥也拍過 其實有兩個作品 我作品的名字就是 你的名字 你情人符三個字 哪個字會寫錯 我的名字 答錯了 不是扣分的 不是 我先回答了 OK 鐘沒問題 沒問題 那你們繼續 最後答案是 你的騎士 我是你Groomie 你個FreeWine 好啦 我們答對 就是你的名字 我才答對 好答案是對的 有傳聞說 公其進是因為千與千層被 你的名字超越了他們的最高票房紀錄 才會再宣布復出 是一個傳聞 但是很多人這樣說 我不相信 我也是隨便說 你不相信就算 我不相信 我們相信 你們 她說我乖 很煩啊 Jay頂心慘 蛤? 我這樣 好 第七題 魔女仔急便入面 Kiki喝的是咖啡 但是呢 由迪士尼發行的美版 咖啡變成了什麼呢? Cappuccino Cappuccino也是咖啡 Cappuccino也是咖啡 咖啡變成了什麼呢? 珍珠奶茶 什麼? 如果台灣版應該珍珠奶茶 那時候 你想想 相同顏色 美國是流行什麼? 可樂 可樂 好像 跟Kiki差不多顏色那些可樂 很改 不是黑色的 不如試試看 我們的最後答案是 好 好 是錯的 不不不不 先給你提示 好整個作答 趙sir你推斷 如果咖啡是大人的 那你見到一個小朋友喝的 有似顏色的 應該是朱古力 朱古力 作答案 是對的 耶 連那個二字也對 原因是因為迪士尼 認為咖啡不適合小朋友 所以就改了做朱古力 你試試看很多喝家 那我兩杯開始喝 哈哈 好 第一題 哪部公奇進的動畫 是在第一部拿到奧斯卡 最佳 咦? 最佳? 什麼都先說 尋先 其實我講了的也OK 第一部奧斯卡 最佳 那部 那部 那部對的 耶 對 全條問題就是 公奇進的動畫 第一部拿到奧斯卡 最佳動畫片獎的日本動畫 沒錯 第四月先談 第九題 公奇進哪部電影 遲了三十年才可以在中國上映 好 我印象 我印象 人權那些 是龍貓 最後答案 我決定再答我是龍貓 答案是對的 耶 好厲害 龍貓是1988年推出的 但是是2018年才是中國上映的 原因是因為 中國的政治永遠都是排最前 那當時他們的 中日關係是一般的 那就沒有上映了 好 最後一題 哈爾移動成寶 男主角哈爾 的日文配音是誰 日本人藝人 太好了 竟然是這一題 是 好耶 加分 好 那搶答部分就完了 我們補一補分數 基本隊是210分 美麗 美麗 八次短人隊是170分 哇 你每次都說不完我們的名字 我那次就給5分 我一次給你 我們要 是 OK 喂喂喂喂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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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觀眾 我們真的為了大家 為了大家 是啊 你是要多謝我們 對 我們犧牲自己 我沒想到你這麼狠 是啊 他真的狠狠地愛我們 是啊 好 立刻來到第三個回合 大家都覺得公奇進的動畫中的食物 是非常吸引非常好吃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來煮食 好 這次就來做哈爾移動成寶哈爾做的 煎蛋煙肉早餐 好 除了做那個早餐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要求就是 單手打蛋 好像哈爾很帥 這樣 OK 這就是其中一個要求 好 立刻開始 好 無仿題規則 每隊需要主出圖中食物 按外觀 味道 相似度來評分 每個項目有10分 總共加起來有30分 好 剛剛你們贏了 應該說暫時領先 那你們想先開始 還是他們先開始呢 他們 他們 好 卡生火 卡生片 麻煩你了 不要有 她是被開招 OKOK 這個是一個小意外 阿J 我們想輸也難 好 接著就是落煙肉 哇 yummy 哇 哇 我可以 拿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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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蛋殼 還有蛋殼 開蛋殼很漂亮 我們正在輸 怎麼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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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我 真心的阿J 我們閉上眼都會贏 我剛才有點擔心 我會怕我們兩個女生煮東西 應該會比較厲害 對 那不是太陽蛋 那是魚蛋蛋 你看它的形狀 對呀 很漂亮 日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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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一定會變形狀 OH NO 好漂亮 OK 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家的功夫 對 好 現在到下一隊主 對 我們要笑 就是因為看完你們煮完之後 我覺得是穩粗勝券 那我們是兩個多高手 你是煎蛋方面的高手 我就是煙肉的高手 剛才你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一開始 下了太多油 因為本身煙肉其實多了很多脂肪 你看到嗎 不要緊 黑布不是我的 是地緣的 你先拿著這位置 你先拿著這位置 不要太低 剛才那一下 太低了 這個動作是甚麼意思 沒有 就等了 還有甚麼高手動作 你煮得腰肉高手 好 來吧 差不多了 我們慢慢逼油出來 哇 它的聲音很正義 那些廚師和他的手 我都不怕 拿蛋之後再加些油 還有一個 好 OK 預備位置 不用擺加西火 快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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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少許油在旁邊 給它 給它 我們火小一點 真的沒爛 厲害 差不多了 太陽蛋是這樣的 OK 我們的bacon 先起它 起 我們都是月亮蛋 都是月亮蛋 它的形狀 其實我剛才拿了少許 帶了少許水 有些人 煮這個 Sunny Side Up 是會加少許水 Sunny Side Up 你不是拿Sunny 我知道 阿冰不喜歡吃太鹹的 要不要加少許黑椒 我不喜歡吃黑椒 哈哈 OK的 嘩 嘩 嘩 壓力 我吃 我吃 好 那我們現在就邀請我們的FickFick Channel 一齊跟我們試吃這兩個食物 是 那邀請到BickFick 大家可以追蹤我 P.I.K.P.I.K.Channel 這兩隻蛋是要各自打一隻還是怎樣的 對 每人打一隻 那至今都打得挺適合的 你看看煙肉 煙肉也不錯 我真的 嗯 這邊呢 我就覺得 他們可能會較少煮的 其實都OK的 對於熟蛋的朋友來說 這個完美 熟蛋的朋友 今年的運程怎樣 看給師傅 熟蛋的朋友就要問一下魚蛋 哈哈哈哈 好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試吃 那我們先試吃這一邊 因為他們先煮好了 嗯 嗯 很好吃 嗯 好吃 嘩 碰到口才說好吃 嗯 好吃啊 不加鹽也挺好吃的 真的嗎 有加鹽也加了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 難餐的極限 好 那我們首先給了賣相分 賣相來說就 五分 四分 哎 不是這樣 不如我們 不如我們想問誰 因為他真的難了 哈哈 相似度來說我也是會給 十分 六分 哈哈哈哈 你怎麼看圖子呢 我看他的煙肉都像樣子 所以蛋都需要扣分 畢竟他都是一隻蛋 哈哈哈哈 這個都是涉及到你的 之後你再評測任何相物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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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蛋都是有一分 那一分就是因為它連著了 因為那隻蛋是連著的 那他的蛋黃 很厲害 哈哈哈哈 然後煙肉我覺得都挺完美的 四分 那加了五分 味道我覺得其實是OK的 都挺好的 所以這個位置我可以給回八分 我也是八分 因為我覺得真的挺好吃 好 不要看著我吃會好味一點 不要看著我們吃 看著我看著你 你不用看著他 看著你都一樣 你看到BicBic是單單切個黃出來試 因為我是熟蛋的朋友 所以我們要專門試一下 一邊熟不熟 沒錯 賣相分 賣相分我覺得可以給到十分 因為是挺漂亮的 即是外面的咖啡也未必煎到這麼好 賣相分 但我心裡說是否計算他們 喂 你喜歡 那我們開始已經輸了 試試看 你們眼睛只是想著他們 我都是給八分 因為真的挺好看的 相似度我都給九分 好 相似度 那都是八分 味道上面 我都覺得它有八分 而那兩分是因為我是熟蛋的朋友 但是煙肉挺好吃的 好 味道也是一樣八分 因為我真的吃不出有什麼味道上的分別 但是你加了黑椒的煙肉也是好吃的 所以拉均勻也是八分 所以如果你騙我的話 不喜歡吃黑椒 氣弄我們 冰氣符 冰氣符 首先彤彤這一隊 這一碟是36分 加上剛才的170分 他們是有206分 好 那到這邊 他們兩個那一隊 最後一次都不說 嚇到基本隊 你們選了五分 選了多少 5分 我可以一口氣 等一下 等一下 嚇得來 5分 你剛才嚇得來 5分 5分 我來吧 好 他們這一碟是有51分 加上剛才185分 他們總共有236分 而勝出的就是基本隊 這次的懲罰就是要下街 然後有些圖人猜到他們是在做什麼角色 所以整件事其實很感動 看到阿冰他這次終於都 不用輸了 不用輸了 對啊 我們這裏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傳勝的 年頭都可以傳勝幾多 我都打破了 我真的沒什麼好過 上次輸完之後 這次氣勢沒有了 又輸了 多感動 我們現在出來懲罰了 因為一時間只要訓知路人 知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角色 只要有人知道 這個懲罰就結束 我們第一個就結束了 如果不然我們就結束了 真的好害怕 這個什麼懲罰 真的很大個懲罰 今天我們是誰 好像不行 我們扮過什麼 我們扮過什麼 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 宮廷盡的 好 謝謝 你看你猜不猜到她是幾個 電視 不是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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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你先先 我想問呢 你知不知道我們扮過什麼 就是… 是… 是… 我們… 是… 是… 你覺得我們扮過什麼 是… 是… 沒有前往的吃 好… 不要緊 謝謝你 這是什麼懲罰來的 我雞皮都起了 好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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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問誰 Hello 那你知不知道我們扮過什麼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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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她是千分的哪個女生嗎 好… 好… 你記住她是什麼名字嗎 好… 好… 對… 我也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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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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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好… 那我們今天的懲罰就來到這裡了 原來呢 大家都應該不太熟 宮崎鎮的電影 或者是我們扮得太差了 對… 那所以呢 今天的懲罰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有多看一些宮崎鎮的戲 Wo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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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好了… 小薯茄不懂得問答大賽經過五集之後 已經完成了第一個賽季了 那見到我一身這麼莊重的打扮 就知道… 是時候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頒獎典禮 那在頒獎之前 我們一起看看大家個人的成績 是… 沒錯…成績就是這樣 大家對自己滿意嗎 滿意… 滿意… 你… 你剛剛說什麼 有什麼問題 我反正不是有什麼問題 那滿意可以令我們不可以全勝 由於沒有人全贏 但是有人全輸 我們立即頒第一個獎 結出百科全輸 好… 我們一起看看提名片段 好可怕… 好可怕… 1…2…3…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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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小薯茄不懂問答奶菜 結出百科全輸 得盡者是… 阿兵 好可怕… 好可怕… 通常都是…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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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這個獎很意外 我沒想過我會全輸 希望下一季我就獲得第二個獎 好多謝大家 第二個獎 哈哈哈哈哈哈 傳輸來說真的有很多種類 有些是火交通的 有些是火、數據的 阿兵就是傳輸的 接下來是一個文選出來的獎項 我們這次會頒最佳主持 我們一起看看提名片段 小薯茄不懂問答大錯 當時1847年的時候 就批了他兩九條字 花落是以下哪個地方的古清嗎 冷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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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答大錯 最佳主持的得盡者是… 阿J 噢噢噢噢噢噢噢 哇…好兄弟 好兄弟 好感動啊 好多謝觀眾這樣算我出來 其實我也很開心 大家投票 感謝大家 會繼續做好好的主持人 好…好… 主持對這個節目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素 J哥竟然可以在雲雲的選民裡面 在小船圈裡面得到這個獎實在實至名歸 然後這個獎是節目裡面不可說決的一部分 因為它是傳樹茄醉牙刷獎 即是會喘喘喘喘 令到搞氣氛 懶氣搞氣氛 好… 我們一齊看看 傳樹茄醉牙刷的提名片段 那是你生啊 都欠你了 不不不…我家裡留下 我只要你放 我只是提名 不…我現在放在心裡面 因為現在就是放在心裡面 最主持是… 彤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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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至名歸的最牙刷獎 對… 你做得很好 最牙刷獎 還在做這件事 好開心啊 真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罵我 因為我不是假裝的 我不是真的很牙刷獎 誰敢罵你 最棒的一個 好開心 好開心 沒錯 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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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會包含 無厘頭之罪 因為這個無厘頭 對於一個問答 比賽來說 是非常之… 不應該存在的 不過不要緊 不過這些很多時候 效果位 就是這些 做得非常之好 我們一起看看 無厘頭之罪的提名片段 你以為無厘頭之罪 請雲炸雞腿 想吃 你也不像木海嗎 周圍 有什麼時候會不像 但… 有無瓜嗎 我可以 方星馳 去廁所 那時候 初年 無厘頭之罪 得獎者是… 黎爺 無厘頭之罪 我很多次拿到這個獎 但我想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拿到… 拾棍打劍 所以我會拿到這個無厘頭獎 自己處理也不知道 那我會繼續入無厘頭 唱得很好 我們一起看看 最高噪音分配的牙刷 要看周星馳的戲 你就會知道 不是猜的 去到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是最實至名歸的 情人夫 哇 不要吵 你們 最高噪音分配 絕獎 來自的 好開心啊 即是說我中氣夠足 那我就很感謝大會送這個獎給我 我很感謝導演 多謝阿齊 好了 希望下一屆我可以再閃聯這個獎 好嗎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經過日文漢字 周星馳 法文 然後香港地理 以及宮崎駿 大家在不同領域上的知識 都增加了很多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節目 因為我們收到很多資訊 都說很好啊 可以學習很多東西 娛樂之餘 又有些東西吸收到 那希望大家 接下來的新的賽季 都繼續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又要來到一回合 還有如果你們想 我們問些什麼類型的問答比賽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好 好了 看完影片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好 那我們下個賽季再見 拜拜